Fail Housing Law 大致上就是Unroof Unroof 原來我考的時候我搞錯了 我以為寸是unruth 我們留意是ruh 沒有t Unroof 這個字其實就是不禮貌、不好 我還在找到Unroof 這個字為甚麼 它是講民權的 就不讓種族歧視在做任何商業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 任何business transaction 是不單止買賣地產的 其他都是 Fair Employment & Housing 專門是講屋 賣屋、租屋都是講它 也是不准discriminate 人 Paying Discrimine 卻沒有說racial、 gender、 marriage 所以就包了 Houston Financial Discrimination 顧名次義這條 law 一定是說錢 所以就是不准那些lender discriminate 當他借loan的時候 redlining就是underhousing法 redlining我們就當作現在有一個人 他被一個紅色的線在自己畫一個圈圈著自己 就是他那個財務公司見到你是投人就借多些 見到你是黑人就不借 redlining就是denyed a loan based on property location 還有因為那個人他拿那個location 是 三米多些overland 少些 是啊 那就不可以的 那searing 剛才說過了 就是我們帶客人去他們想那個地方 而pandic selling就是board busting 所以第五就是剛才都說過 屬於不對的法例來的 除了那些例外還有以下這些 led base paint disclosure 就是圓的 1978年的時候之前 我們原來有這些有 全部是有圓在裡面 為甚麼有圓呢 圓 原來圓是令到他那個黏性強 圓了下去就黏得穩 但圓為甚麼不好呢 對神經 所以那些小孩子 刮刮刮刮 吃一下吃一下之後 小孩子就剩下了 於是 以後都不用舊圓 如果是知道 所以這裏就是牽涉了grandfather clause 那裏 你不用游過了 所以 based on grandfather clause 但你賣屋的時候就要了 你到你賣屋的時候 他就會看清楚 你家屋有沒有圓 有圓你要disclose disclose 就是換句話說 叫buyer 叫你游了去 你不游的話 buyer不要 那就是要了 這麼常的意思 geological hazard zone 就是earthquick zone information 一定要告訴他 這個跟那個 Chris Priolo一樣 我們講過 為甚麼是earthquick 有沒有印象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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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 為甚麼 在Earthquake的表面 我們記得有一個公仔 這裡就是這樣的 這個就像鹹蛋超人那樣 鹹蛋超人 你知道 經常是 地球又震動了 原來它是跟Earthquake有關的 那個怪獸經常跟鏡頭震動的 我其實想這個就是看我兒子的鏡頭震動 你們記住 為什麼鹹蛋超人呢 原來這個字叫P-R-I-O-L-O 這個法案就叫P-R-I-O-L-O-A-Q-U-E-I-S-T Aquiespioro Law 它就叫Earthquake Hazard Law 就意思是 若知道一個地 mają位是地震大的 現在我講那一條條理 如果這間屋子是在地震大 那你賣這間屋的時候 bral posso我把卸給 Tabii是地震大的 於是那個購買自己決定究竟是要還是不要 或者是減你價還是不減你價 然後Subdivision Map Act和Subdivided Land Law 就是說一間房子 那個發展商如果是要分開 現在Subdivided Land Act 我們要記的就是 馮麗 Act 這些都是法律 它首先是市市和刊市的 市和原市低級一點 所以它是兩塊地以上就可以了 換句話說 現在有一個人 他拿著一塊大的地 他就說我想切開一半 然後賣出去 所以這個叫Subdivided Divided 即是除 10 即是under 那兩塊或以上 如果三塊都可以 都是一樣 兩塊或以上 那就是說 它就要適合這個例 只要你有一塊地 你切開兩塊或三塊 它的法律就要管轄你 究竟你這個東西對不對 這個東西對不對 還有這兩塊地一定是貼上的 adjoining 那它要出一個 Negative Declaration 宣告 Declare 就是宣告 宣示 就是說 出一個報告 就說 這裡可能那個房子沒有 但是書有 那就是說 你現在這樣做 是沒有對環保 這裡其實是有Environment 這個字在這裡 但是它是沒有寫的 就是說你對環保 你這樣做 是對環保 不會有影響的 換句話說 你的泥啊 你不可以 但不是說之後的 是說你的做法 你這樣做 是 那些坑渠不會因為這樣 而被你弄壞 總之 你這樣 就不會影響生態環境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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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地不一定是小地 可能是大地 它斬不一定是25x100 可能是斬開一兩結 但是斬很大的 這些可能是幾帽 都不一定的 另外一個叫做Land Law Land Law 我們記得就是兩個L 所以大支就是州政府的 State 而這些事情 其實就是 reo estate commissioner管的 地產局局長 我們考牌的 它是DIE管的 所以它是州政府管的 州政府管的 州政府管不管 其實州政府就不管 就是City County管 但是Land Law就是管的 它就是說 一定要五塊或以上我才管 你一塊地 如果切開兩份 你不要走來煩我 就是我不管 我的Land Law 你不需要comply 但是如果你一塊地 它是切開五份的 它就會說 我要你 你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要你 跟著那些例 那它首先 因為那些資料未齊 它就可能 等你做到事 就出一個叫做Prelim的Public Report Public Report 就是Report給公眾 但是Prelim就是臨時 這個我們考是會考的 它就會考有效期幾久 Prelim Public Report 是有效期一年的 於是 那個發展商 發展商的英文叫做developer 他就會拿著這個Report 做事 買泥啊 買窗啊 買成啊 於是那些人說 你合不合來的 什麼不合來的 我有Prelim Public Report 每個東西都合不合來的 我的討論是這樣的 但是一年之後 就沒有效了 於是又再 等州政府出另一個 叫做Prelim Public Report 於是那些人說 只要工程一路進展完 之後 他就會出一個叫做Final Public Report Final Public Report 是有效期五年的 這個我們又要記 這個有效期五年的時候 然後呢 他呢 如果任何一個購入 來買的時候 他都一定要給Final Public Report 別人看的 不可以不給的 如果不給的時候 那個購入有14天的時間 他可以無條件退回 Land law是14天 不是三天 因為這些是大項目 這些 你聽到 Land law是什麼 其實原來這些就好像 我那些購物 那些購物 那些購物 整個那麼大 做這些report 做出來 於是 出了個Final Public Report 給誰買的 就是那些舖位 逐個舖位 逐個舖位 你都要逐個給 你不可以說 那個位置幾大 有幾百尺 六百七百尺 不一定大的 但是它 夠了 你怎麼知道五個 三十幾個都有 Final Public Report 所以這些就是這個意思 正本來有一個項目 Stay Housing Law 就是那一周